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它的位置是明显比较偏南的 所以估计它对台湾天气 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也因此呢 其实这几天天气相对都是比较稳定一些 只是在温度变化上 我们还是要格外的提醒您 尤其早晚受到辐射冷却影响之下 各地温度都会比较偏低一些 像是今天清晨最低温出现在苗栗头雾一带 清晨低温大约只有17.6度而已 是一直到白天阳光露脸之后才明显回温 整体来讲 今天北台湾高温都有机会来到28 29度 中南部地区高温可以来到30 31度 东半部地区高温可以来到28度上下 所以白天相对比较舒适一些 拨到了傍晚太阳下山之后 温度又会再往下滑 尤其要提醒中南部地区 日夜温差可以来到9到10度之多 早吃晚怪的观众朋友 要格外留意温度上的变化 而整体来讲 这样子相对比较秋高气爽的天气状况 维持在礼拜一礼拜二这两天 下一波主要的明显天气变化 会出现在礼拜四之后 到时候水气又要进一步再增加了 所以预计要洗衣晒杯的观众朋友 好好把握礼拜四之前的好天气 最后一起来关心 今天各地更详细的天气预测 北台湾今天天气明显回稳 基隆25到28度 在双北市25到29度 桃园25到29度 新竹苗栗今天温度 高温可以来到29 甚至上看到30度左右 而在中台湾今天同样天气相对稳定 多云稻情 台中27到31度 专况南投25到31度 云林嘉义今天温度多在26到30度之间 至于在南台湾今天在高屏地区有些为10%到20%的酱油几率 不过整理来讲天气还算稳定 九部地区高温可以来到3031度 东南部地区位在银封面 所以还是有10%到30%的酱油几率 不过比起前几天水气是明显减少的 温岛地区连浆21到23度 金马23到28度 澎湖温度24到28度 最后听小滴宁还要提供给您的资讯 就是各地的空气品质预报 我们要提醒受到东北风影响 当然在银封面空气品质是比较良好的 不过在中南部地区预计扩散条件比较糟糕 污染物累积起来 其实各地都有机会来到橘色警示 顾民族群外出最好都还是要记得戴上口罩 以上今天的天气宝